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会移动的仙人掌 西绿住属毛虫 它们在地上水平的生长 这种仙人掌每年会生长60厘米 而如果是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 10年才只能长20厘米哦 只要是毛毛虫仙人掌在的地方 这片地算是被它们占领了 很难通过 这种仙人掌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性 只要它们在沙漠上固定 其旧的主干就会慢慢枯萎直至米烂 最后就变成一种肥料了 可惜这种仙人掌已经濒临绝肿了 它们的生长阻碍了农场的发展 所以人们会对这些仙人掌进行清除 看到这么多自已生长的仙人掌 你是不是也被吓到了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